小夫妻长时间玩手机 手机屏幕无限扩张 竟反噬了两人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科幻电影 沈奥救救我吧 珍妮和杰克是一对略显文艺 却有些沙雕的侵略 他们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中 每天一只打交道时间最长的 就是手机 电脑等冰冷的电子产品 两人一直幻想远离这些电子垃圾 远离网络 回归自然和本真 寻找真的自我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辞了工作关了手机 准备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树林 好好地品味一下 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 不过拎走前 还是要跟家里人说清楚的 于是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 告诉他们 俩人就出去一个星期 但是这一个星期 他们不看手机不读邮件 与世隔绝 想找到他们 就等到七天后吧 说完赶紧关掉手机出发了 路上他们再次约定 拒绝手机 拒绝网络 随后到了目的地 呼吸过咸咸空气 两人感觉 简直来到了人间天堂 完全沉浸在一片安静情意之中 第二天一早 两人来到山顶 看着眼前美丽的景色 他们震惊了 紧接着又来到一个小湖 坐在船上 韩西而坐感受彼此 突然杰克站起来 跳进了湖里 随后真寧也跳进了湖里 他们觉得 这样完全的心灵和身体放松 才是回归自我 回屋后 突然发现门口多了一个圆灯 以为是绒毛圆灯 就没太在意 杰克此时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想打开手机 于是拎起斧子 去后院砍柴 珍妮也实在忍不住了 趁杰克不在 偷偷打开了手机 收到了几条妈妈的留言 说纽约突然出现大老鼠 还说一纯能够吸引他们 这时杰克突然进来 吓得珍妮赶紧把手机又收了起来 对妈妈说的内容也抛在了脑后 杰克进屋后 突然开始反省自己 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男人 不会钓鱼 不会修家具 不会做饭 感觉自己没有男人的责任感 说了一大通之后 他感觉自己一下变得轻松了 于是让珍妮也说出自己的秘密 珍妮心里意境 难道他看见我头玩手机了 于是硬着头皮说了自己的一个怪癖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要吃掉隐形眼镜 之后重新配心的 尽管他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控制不住 两人就这样互相吐露心声 打开心肺后 他们的夜间生活更加的和谐了 第二天一早 他们下楼时发现 昨天的圆灯自己挪动位置了 桌上的酒和小木都没有了 亭子上还都多了一个小洞 珍妮越看凳子越觉得不对劲 突然间 圆灯伸出一根吸管似的水 飞出了门外 看到眼前的景象 珍妮想到了妈妈给自己的留言 打老鼠 究竟 难道有什么怪事要发生 于是他们赶紧打开手机看消息 原来地球正在被外星物种入侵 也就是圆灯 他们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很多城市都已经沦陷 珍妮试着波达911求助 但是手机完全没有信号 这种情况下 能做的只有 自救 两人做错了准备 还带上了酒 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酒把外星生物吸引走 万事俱备 两人准备开车逃走 但是突然发现 车怎样都点不着火 原来汽油里面也含有乙程成分 这些外星生物把汽油给喝光了 好在 朋友的骨藏中有一辆车能开 还是一辆柴油车 他们立马开始逃跑 可开出没多远 迎面开了一辆小货车 圆灯正吸附在上面 喝光了小货车的汽油 车里吓了一对福气 可刚出来就被圆灯杀死了 眼看着圆灯朝着你二人走来 杰克灵机一动 将酒瓶扔向远处 只见圆灯漂浮起来 貌似还排出了不同寻常的气体 这味道可有点拉眼睛呀 此后飘橡皮酒瓶 趁这个间隙 两人赶紧开车逃跑 可当路过小货车的时候 杰克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杰克说 然而下一秒 两人出现在孩子的面前 果然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呢 就在他们准备带走孩子的时候 小货车后车厢上 偷偷爬下了一个女人 她看到两人开的是柴油车 直接开墙威胁他们 把车抢走了 这下 珍妮和杰克不但没跑成 现在还多了个孩子 不过他们不能放弃 带上孩子就开始往身上跑 跑到一半 又闻到一阵 不一样的辣眼睛味道 哦 该给孩子换尿布了 换好尿布 两人突然投昏眼花 纷纷陷入幻觉当中 原来在车里闻到的气味 会让人产生幻觉 好在珍妮保留一丝惊醒 给各司扎了一针 镇定器后浑水过去 等两人醒来后 孩子又不知道爬哪儿去了 他们开始找孩子 可是却发现 这可怎么办 杰克灵机一动 回身准备拿酒 将外星生物吸引走 可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外星生物喷出像吸管一样的嘴 紧紧地吸在杰克的胸口处 珍妮健壮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一刀砍断了这根吸管嘴 外星生物就这样凉凉了 而杰克能够逃过一劫 是因为他把手机 放在了胸前的口袋里 当他们想继续走的时候 一转头看到了一个 像水晶一样的透明屏障 想要用手触碰 却被一股奇怪的力量弹回 这时屏障像是拥有生命一样 将它们完全包裹 等它们发现时已经晚了 屏障完全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然后水晶屏障就像热气球一样 慢慢的慢慢的升下天空 最后他们抱着孩子飞向了太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说实话呀 这部电影实在是有够烂尾的 但是更多的是想表达 现在的人被网络电子产品 腐蚀的太过于严重 是时候要放下手中的手机 看看身边的人了 好了 关注阿丹波明露 下期更精彩哦 我们下期见吧